国立台湾海洋大学张清风校长 国立中央大学杨振华特聘教授 台东边茂国中洪文正校长 各位老师、同学、在场的所有来宾 大家好 感谢主办单位给我这个机会 能够用远距非同步的方式 参与这次的成果发表会 分享我对于青年创新创业 以及跨领域学习的一些看法 在一开始呢 我想先借用各位30秒的时间 帮政府做个工商服务 介绍一下过去由13个部会 共同推动青年创业专案的阶段性成果 在2014到2016年之间 这个专案合计提供创业资金 协助创业家贷款达10501家 核贷金额超过119亿6000万元 那么创业竞赛的奖励或补助呢 也到达1152家 金额呢是3亿868万元 我们透过这个方案 投资的新创事业加速到达137家 而这个又带动新成立的新创事业 包含青年创业 新兴农业 文化创业产业 以及社会企业 加起来一共11068家 创造和稳定就业人数呢 超过15万5000人 当然以上的成果 没有一个是我的功劳 而是多位立任首长 相关督导政委 以及各部会同人们的付出所得 这个专案呢 在去年底呢 已经圆满结案 后续关于青年创业政策的 整合和协调工作 将会改由创新创业政策汇报 接手办理 我也会在4月的时候 加入这个汇报 行政院还是会持续保持关注 其次 目前在行政院里 青年事务的另外一个重点 是青年咨询委员会 这个也是我三个主要业务之一 另外两个是社会企业和开放政府 青资会召集人 是我们林权院长 然后由25位来自不同领域 学有专精 对公共事务怀抱热情的 青年朋友们组成 青资会成立的目的 不是要帮政府政策 找青年背书 也不是做个样板 图个好看 而是希望透过参与制度的建立 让更多来自青年族群的提议和建议 能够进入政府的决策流程 因为我们相信 藉由多元的交流 以及多方的协作 青年参与 可以让公共事务的讨论和决策 更加周延 取得更好的世代平衡 让社会各个年龄层的人 都有更多的机会相互理解 互相学习 在3月9号 我们召开青资会 第二次大会的时候 一共有8个提案 议题横跨 技术式政召制度的规范 政府委外计划成果的开放共享 大型国土防灾资讯的整合 研议无条件基本收入 推动劳动教育促进法 和技术式政仪秉级回训制度 以及讨论青年发展法等等 未来我们相关部会将就以上的议题 分别和有兴趣的亲资委员们 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过程和成果 也会制作阶段性的报告 向社会公开 回到今天 对我来说 很高兴能够有智慧生活创新创业 培育特色大学推动计划 这样以促进跨领域学习 为主要目标的计划 因为就我的理解 学习本来就是一件 不应该以领域或者学科 来分门别类的事情 就好像我们面对星空 当然可以凭借自己的喜好 或是目光所及 把几颗星星都在一起 认定为某某星座 但是事实上 宇宙中的无数的星辰 彼此之间的联系 对应的关系 并不是由人为的方式来决定 换句话说 把知识分科分类 就好像把星星画进星座一样 或许在远古的时代 有助于辨识和记忆 但是也限制了我们 对于知识和宇宙的想象 此外我要分享另外一个新想法 是创新创业 不只是发明一个新的东西 写一个新的城市 或者开一间新的公司 当然有这些 但是还可以更多 多的地方在于 能不能有更多的人受到帮助 受到好的影响 或者是 在透过创新创业 自我满足之余 能不能有更多的价值 得到实践 举一来说 我现在在政府里面的 各个开放政府的工作 就是以开放 共通 协作这些价值 来达成 以上呢 简单五分钟的 一些个人的浅见 很感谢大家的聆听 也预祝 本次成果发表会 圆满 顺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